二、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和监督、推进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 制定养老机构条例、修改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、明确各方保障职责、发挥社会力量作用、促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办法、听取和审议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 重点监督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替代、黄标车淘汰、截杆禁骚等情况 开展食品安全法、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执法检查 推动完善市区两级食品监管体制、加强本地生产和外来食用农产品质量监管 制定或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、集体合同、精神卫生、人口与计划生育、教育督导等法规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制定预防植物犯罪若干规定、听取和审议是检察院关于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的报告 促进反腐畅联 лен告 行 iosis 谢谢观看